本来我跟先生的缘分已经尽了 而且我准备跟另外一个男的结婚了 但是我现在通过念经挽回了原来的婚姻 那是不是对不起我本来应该结婚的第二个老公 很多 一个又一个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跟老公是缘分尽了 但是通过念经挽回了 就是本来跟那个男的缘分尽了 要准备离婚了 现在念经了两个人又和好了 那么命中算命算出来 他还有一个老公 那么就是说他现在跟这个和好的老公好了之后 就是对不起 那个将要到来的老公了 这个问题还是问得出的 实际上缘分真的是有了 台长从这个例子 我讲给你们听一点道理 比方说这个人跟这个人本来应该好下去的 应该到38岁才离婚的 如果这个两个人就拼命拼命的做坏事 就是两个人冤界越来越深 我不让你你不让我到最后呢 没有到38岁到28岁的时候已经离婚了 那我举例子啊 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的这个十年呢 还是跟他有冤结婚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离了婚之后 还会跟原来的老公好 或者跟原来的老婆还会有关系 因为他命根当中真正的把缘分拆散 是38岁 而他们自己不珍惜姻缘 他们实际的就在28岁离婚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原理 所以呢 他必须一直有纠葛 离也离不掉 弄也弄不掉 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一定要搞到38岁之后 慢慢的那个女的放了 或者这个男的就放手 听得懂吗 这就叫道人 那么现在呢 他念经之后呢 跟那个前面那个老公的序缘了 如果本来应该离婚了 不一定是真离婚 明白吗 他念经之后 很快就把他念回来 说明他们两个人还有善缘 说明后面那个要来的男的呢 你先靠边站 还没轮到你 明白吗 因为他们缘分未尽 所以你竟然就是第三者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纠缠到感情深渊里面 出也出不来 痛死你 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 他就知道要随远 人要随远 这个缘分来了 我就随着你走 我不要攀缘 我不要把它拧 把它硬拧过来 硬拧过来 一定不好 明白吗 所以呢 跟这个女士呢 回一个邮件 告诉她 叫她现在跟现在的老公 先好好的 好下去 因为她后面那个人呢 如果台长今天给她看了之后呢 说不定台长就叫她不要来 好不好 谢谢台长的开始